扭轉了全世界對於中國的威脅的看法 也是歷來對台灣最友善最支持的政治家 那我自己在國策院安倍的線上演講的時候 我跟這件事一起出席 那我當時的提問是說 日本在印太戰略底下 如何扮演角色 如何幫助台灣 包括參加TPP 那當時這個安倍前首相 他的回答是說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我想他第一次在這樣的線上會議 這個發言影響非常的深遠 對於扭轉的未來 包括國際社會對台灣安全的看法 有非常大的這個關鍵性的影響 那小智市長當時特別提到 台灣日本半導體產業 必須要充分合作 確保全世界供應鏈的安全 好 沒看到林志堅投入選戰第二天 今天是前進到了深藍跳倉 而且全程都由桃園市長鄭文燦陪同 也展現了超強氣勢